王阿牧奖邱国阵儿子撕照流出 其中一张照片邱国阵和儿子媳妇孙子 一同在部长办公室合行 可能违反军规 对此邱国阵坦诚疏 而现在就有专家认为 这些照片都是从手机存档万流 不过由于邱国阵儿子任职国安局 若是触及情报工作 也让国家的机密资料陷入曝光风险当中 泄密者也可能触犯了国家情报工作法 没有猫咪啦 是有猫腻 国民党立委黄仁口中值得就是 国防部长邱国阵的儿子被爆出揽黄 更流出多段影片照片 背后到底有没有军中内斗 尤其是这张照片更是冲着邱国阵而来 邱国阵和儿子媳妇孙子一同在办公室内合影 但法规明定未经许可 不能在军事营区内摄影邱国阵的行为 恐怕已经违反军规 谁流出了这张家庭的私人照 这是修官国安 那年我也疏忽 到月家人 孩子刚生没多久 大家看一看 邱国阵坦诚疏失 好在照片中没有红色机密文件 否则恐怕会泄露国军 重要情资 就有军方和秦志全专家分析 流出的这些照片和布牙影片 是因为手机档案外泄 MDM的这个装置 那这个装置来讲呢 其实它可以去 有权限去监控你的手机里面的这一些资料 甚至取得你手机里面的档案 专家认为不能排除是国军内部的资案人员 将档案外流 不过由于邱国阵的儿子任志于国安局 可能触碰情资工作 手机中若是有其他相关机密档案 恐怕有被泄露风险 而泄密者也将涉及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 邱国阵爱子私人的照片影片流出 细密者若被判定是泄露机敏情资 依法将被判处 7年以上有期徒刑 就是因为流出这些不压影片的风险非常大 因此也让外界各种阴谋论随之而起 这有温永安王毅德台北财报报导